全能神话语朗诵专辑 独一无二的神自己 一 神的权柄 一 下面这一句话 是认识神权柄不得不提的一句话 他的内涵在以下的交通内容中 咱们接着读经文 约伯纪二章六节 耶和华对撒旦说 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 撒旦从不敢超越造物主的权柄 万物得以在规律中存活 这是在约伯纪当中摘录下来的一句话 这句话中的他极指约伯 这一句话虽然很简短 但是说明了好多问题 他记述的是 神在灵界与撒旦的一句具体的对话 他交代了神说话的对象撒旦 也记述了神话语的具体内容 这个内容是神对撒旦的吩咐 也是命令 这个命令的具体细节 涉及到约伯性命的存留 涉及到神给撒旦对待约伯的底线 只要存留约伯的性命 从这句话中 我们首先得知这句话是神对撒旦说的话 结合约伯纪的原文 让人了解到 神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 说了这样的话 因为撒旦要控告约伯 所以他必须获得神的同意 才能去试探约伯 在神准许了撒旦的请求 去试探约伯的情况之下 神对撒旦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条件 神说 约伯在你手中 只要存留他的性命 这是一句神性质的话 很显然 它是一个吩咐 是一个命令 了解了这句话的性质之后 当然你也应该了解 这个命令的发布者是神 而领命的与听命的对象是撒旦 不言而喻 这两者的关系 通过这一个命令 显示给每一个读到此话的人 当然 这也是圣经中 对神与撒旦对话的记载 所提供的 在灵界神与撒旦之间的关系 提供的 神与撒旦身份与地位的区分 也是迄今为止 人类通过具体的事例 具体的文字记载 而得知的 神与撒旦的身份地位的 截然不同 在这里 我不得不说 这句话的记载 是人类认识神的身份与地位的 重要文献 它提供了 人类认识神所需的重要资讯 让人透过造物主在灵界 曾经与撒旦的 其中一段对话 了解到 造物主权柄的 又一具体内容 在这句对话中 造物主独一无二的权柄 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外表来看 耶和华神是在与撒旦对话 实质上 耶和华神说话的态度 与所占的位置 是高于撒旦的 也就是说 耶和华神 以命令的口气 吩咐撒旦 告诉他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告诉他 约伯已交到他的手中 他可以任意对待约伯 但是 不可取走约伯的性命 言外之意 就是虽然 约伯交在了他的手中 但并不是连约伯的性命 都交给了他 除非有神的许可 否则 没有人可以从神的手中 夺去约伯的性命 神的态度 在神对撒旦的这个命令中 很明显地释放出来 与此同时 耶和华神 与撒旦对话时 所占的地位 也在这句命令中 显示流露出来 在此 耶和华神 所占的地位 不仅仅是造光 造空气 造万物生灵的神 不仅仅是 主宰万物生灵的神 而是掌管人类 掌管阴间的神 是掌管一切生灵 之生死存亡的神 在灵界 除了神以外 谁敢对撒旦 下达这样的命令呢 神又是为什么 而向撒旦 亲口颁布 他的命令呢 因为人的性命 包括约伯的性命 都在神的手中掌管 神不允许撒旦侵害 也不允许撒旦 夺取约伯的性命 就是神许可 他的试探 临到约伯的时候 神仍然不忘 特意下达这样的命令 再次命撒旦 不许夺取约伯的性命 对于神的权柄 撒旦从不敢超越 而对于神的命令 与具体的吩咐 撒旦更是小心听命 顺从 从不敢违抗 当然 他也不敢随意 改动神的任何命令 这就是神给撒旦的范围 所以 他从不敢超越 这个范围 这是不是神权柄的威力呢 是不是神权柄的证实呢 撒旦怎么对待神 在他心里怎么看待神 这些他比人类更清楚 所以 对于神的地位 神的权柄 撒旦在灵界 看得清清楚楚 对于神权柄的威力 与神权柄施行的原则 他深有体会 他丝毫不敢怠慢 不敢有任何的处犯 他不敢超越神的权柄 做任何的事 也不敢对神的怒气 有任何的挑战 尽管他本性邪恶 狂妄 但他从不敢跨出 神给他制定的界限范围 千万年来 他严格地守着这个界限 守着神对他的 每一个吩咐 每一次命令 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 撒旦虽然恶毒 但是比败坏的人类 明智得多 他知道造物主的身份 也知道自己的界限 从撒旦 循规蹈矩的形式当中 便可看见 神的权柄 与神的能力 就是撒旦不可超越的天条 也正是因为神的独一无二 因为神的权柄 万物才得以在规律中 变化生息 人类才能在神所制定的轨迹中 繁衍存活 没有一人一物能打破这个规律 没有一人一物能改变这个法则 因为他们都是出自于造物主之手 出自于造物主的命定 也出自于造物主的权柄 只有具备造物主身份的神 拥有独一无二的权柄 因为撒旦的特殊身份 所以不少人对他的诸多方面表现 颇感兴趣 甚至有不少糊涂之人认为 除了神以外 撒旦也有权柄 因为撒旦能显异能 能做一切人类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人类除了崇拜神以外 心里同时也给撒旦留了位置 甚至把撒旦当成神来拜 这些人又可怜又可恨 他们的可怜是因着他们的无知 而他们的可恨是因着他们的大逆不道 也是因着他们生性邪恶的本质 在此我想有必要让你们明白 什么是权柄 权柄象征什么 权柄代表什么 笼统地说 神自己就是权柄 神的权柄象征神的至高无上 与神的实质 神自己的权柄代表神的地位 与神的身份 那撒旦敢不敢说他自己是神呢 他敢不敢说他造了万物 他又主宰万物呢 他当然不敢 因他造不出万物 迄今为止 他从未造出一样神所创造的东西 也从未造出一样有生命的东西 因为他没有神的权柄 所以他永远不可能有神的地位 与神的身份 这是实质决定的 他有神一样的能力吗 当然也没有 撒旦做的那些事 撒旦显得异能叫什么呢 是不是能力呢 能不能叫权柄呢 当然也不是 撒旦引导邪恶潮流 处处搅扰破坏打岔神的工作 这几千年来 他对人类所做的 除了败坏残害人类之外 除了引诱迷惑人堕落 弃绝神走向死亡的幽谷之外 他所做的 有丝毫值得人纪念 值得人夸赞 值得人保爱珍惜的吗 他如果有权柄有能力 人类能被他败坏吗 他如果有权柄有能力 人类能遭到他的残害吗 他如果有权柄有能力 人类能弃掉神走向死亡吗 既然撒旦没有权柄 没有能力 那对他所做所行的实质 该有怎样的定论呢 有的人定义撒旦的所作所为 为雕虫小技 而我认为对撒旦这样的定义 不太妥当 他败坏人类的恶行 那是雕虫小技吗 撒旦残害约伯的那种邪恶气势 与撒旦残害约伯 想吞吃约伯的强烈欲望 断乎不是雕虫小技 就能得以实现的 回想当初 请客之间 约伯漫山遍野的牛羊没有了 请客之间 约伯的万贯家产都没有了 那是雕虫小技能达到的吗 从撒旦所作所行的性质来看 都与破坏打岔 毁坏残害 邪恶恶毒阴暗等等 这些反面的词 相匹配相吻合 所以一切非正义 与邪恶事物的发生 都与撒旦的行径 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也都与撒旦的丑恶实质 密不可分 撒旦无论多么神通广大 无论多么张狂 无论他的野心有多大 无论他的破坏力有多强 无论他败坏引诱人的本领 有多广泛 也无论他恫恶人的花招 与诡计有多高明 无论他存在的形式 多么千变万化 然而他从来不能创造出 任何一样有生命的东西 他从来都不能制定 万物生存的法则与规律 他从来都不能掌管 主宰有生命与无生命的东西 宇宙穷仓之中 无一人一物是由他而生 因他而存 无一人一物是由他主宰的 无一人一物是由他掌管的 相反 他不但要在神的权下存在 更要顺服神的所有吩咐与命令 没有神的许可 地上的一滴水 一粒沙 他都不能轻易触碰 没有神的许可 连地上的蚂蚁 他都不能随意乱动 更何况是神所造的人类呢 在神的眼中 撒旦不如山中的百合 不如天上的飞鸟 不如海里的鱼类 也不如地上的蛆虫 他在万物中的角色 就是为万物效力 为人类效力 为神的工作 神的经营计划效力 无论他的本性多么恶毒 无论他的实质多么邪恶 然而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本本分分地守住他的功用 为神效力做好衬托物 这就是撒旦的本质 与他本来的位置 他的实质 与生命无关 与能力无关 与权柄无关 他只是一只 神手中的玩物 是神用来效力的 一部机器罢了 了解了 了解了撒旦的本相之后 许多人对什么是权柄 这一问题仍旧不明白 那就让我告诉你吧 就权柄本身而言 他可解释为神的能力 首先肯定地说 无论是权柄还是能力 都是正面的 他们与任何反面的东西 都无瓜葛 与任何受造之物和非受造之物 都无关系 神的能力 能创造出任何形式的 有生命 有活力的东西 这是神的生命决定的 因为神是生命 所以 祂是一切生命体的源头 与此同时 神的权柄 能使所有的生命体 顺服神的一切话语 也就是 按着神口中的话而产生 遵照神的吩咐 存活延续 在此之后 神便主宰 掌管所有的生命体 从来不会有误差 直到永远 这些是任何人与物 都不具备的 只有造物主 拥有 具备 这样的能力 所以 称它为权柄 这就是 造物主的 独一无二 因此 无论权柄这个词 本身 或权柄的实质 只能与 造物主相关联 因它是造物主 特有身份 与实质的象征 它代表 造物主的身份 与地位 除了造物主之外 没有一人一物 与权柄这个词 有关联 这也就是造物主 独一无二的 权柄的解释 撒旦虽然对 约伯虎视眈眈 但是没有神的许可 他不敢动 约伯的一根汗毛 他虽然生性邪恶 残忍 但在神对他 下达命令之后 他不得不守住 神所吩咐他的 所以 尽管撒旦 临到约伯的时候 如恶狼入羊群 一样猖獗 但他不敢忘记 神给他的范围 他不敢越过 神的命令 他无论怎么做 都不敢背离 神话语的原则 与范围 这是不是事实 从这一点来看 耶和华神的任意一句话 都是撒旦不敢超越的 对撒旦来说 凡是神口中的话 都是命令 都是天规 都是神权柄的发表 因为在神每一句话的背后 都隐含着 神对触犯神命令 对违背 对抗天规者的处罚 撒旦清楚地知道 如果他超越了神的命令 就得承担 他超越神的权柄 对抗天规的后果 这个后果到底是什么 不言而喻 当然是神对他的惩罚 撒旦对约伯一个人做的事 仅仅是撒旦败坏人类的 一个缩影 而撒旦在做此事时 神给他的范围与命令 仅仅是他做每件事的原则的 一个缩影 还有撒旦在这件事中 扮演的角色与他的位置 也仅仅是撒旦在神经营工作中 扮演的角色与他的位置的 一个缩影 撒旦在试探约伯仪式上 对神的绝对服从 仅仅是撒旦在神经营工作中 对神不敢有丝毫对抗的 一个缩影 这些缩影给你们的警示是什么 在万物之中 包括撒旦在内 没有一人一物 能越过造物主所制定的 天规天条 没有一人一物 敢违抗这些天规天条 因为没有一人一物 能改变 能逃脱 造物主对违抗者的处罚 只有造物主能制定天规天条 只有造物主有能力施行这些天规天条 只有造物主的能力 无人无物能超越 这就是造物主 这就是造物主独有的权柄 这个权柄在万物中是至高的 所以绝对没有 神是最大 撒旦是其次的说法 除了拥有独一无二权柄的造物主之外 比武他神 现在你们对神的权柄 有什么全新的认识呢 首先 这里所说的 神的权柄 跟人的权力有没有区别 有什么区别呢 有的人说 不能相提并论 这话很好 人虽然说 不能相提并论 但是在人的思想观念里 常常把人的权力 说成是权柄 也常常把它们 放在一起来比较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不是犯了 偷换概念的错误 不能联系 又不能比较 但人还控制不了 这事怎么解决呢 若你真想解决 唯一的办法 就是了解 认识神 独一无二的权柄 了解认识了 造物主的权柄之后 你就不会把人的权力 与神的权柄 相提并论了 人的权力指什么 简单的概括 就是人的败坏性情 人的欲望 或者是人的野心 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膨胀 与得逞的一种能耐或本领 这个算不算权柄呢 一个人 无论他的野心与欲望 能得到多大程度的膨胀与得逞 都不能说他有权柄 他的膨胀与得逞 充其量也就是撒旦 在人中间的一小段 丑绝的表演罢了 充其量就是撒旦 自己给自己当祖宗 来满足他当神的野心的 一段闹剧罢了 现在你究竟怎么看待神的权柄 交通完以上这些话语之后 你应该对神的权柄 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那我问你们 神的权柄象征什么 象不象征神自己的身份呢 象不象征神自己的能力呢 象不象征神自己独有的地位呢 在万物当中 你在哪些世上 看到了神的权柄呢 怎么看到的 从人经历的四季来看 春夏秋冬的交替 有没有人能改变它的规律呢 春天树木发芽开花 夏天长满树叶 秋天结果 冬天夜落 这个规律 有没有人能改变呢 这是不是神全秘的一方面体现呢 当神说了 要有光就有了光 这个光现在存不存在呢 它的存在是因着什么 当然是因着神的话语 也因着神的全秉 神所造的空气 现在存不存在 人类呼吸到的空气 是不是从神来的 从神来的东西 有谁能把它夺去呢 有谁能改变它的实质 与功能呢 神所分配的昼与夜 命定昼夜的这个规律 有没有人能打破呢 包括撒旦 能不能打破呢 即便是到晚上的时候 你不睡觉 当白天过 那它也是晚上 你改变了你的生活规律 但是你改变不了 昼夜交替的规律 这个事实 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 是不是这样 有没有人能让狮子 像老牛一样耕地呢 有没有人能把大象变成驴呢 有没有人能让鸡像老鹰一样 在天空翱翔呢 有没有人能让狼 像羊一样吃草呢 有没有人能让水里的鱼 在陆地上生活呢 这是人做不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神命定 它在水里活着 它就得在水里活着 在陆地上 它就没法活 就得死 它超越不了 神命定的范围 万物都有其生存的规律 与范围 也各有其本能 这些都是造物主命定好的 谁都改变不了 超越不了 就如狮子永远生活在远离人群的野生世界之中 它永远不可能像老牛一样忠厚老实 与人相伴 为人劳作 虽然大象与鲤 虽然大象与驴都是动物 都是四条腿 都是能喘气的受造之物 但它们是不同的种类 因着它们各自都被神划分了类别 它们都具备各自的本能 所以它们永远不可能互相变化 虽然鸡也长着两条腿 与老鹰一样拥有翅膀 但它永远都不可能在空中飞 充其量也就只能飞到树上罢了 这是它的本能决定的 这些不言而喻 都是因着神权柄的命定而有的 人类发展到今天 人类的科学可说是蒸蒸日上 在科学的探索中 取得的成绩可说是令人刮目相看 不得不说人类的本事越来越大 但唯独有一样东西 是人的科学不能突破的 人类造了飞机 造了航母 造了原子弹 人类飞上太空 走入月球 人类发明了网络 过上了高科技的日子 但人类却造不出一只能喘气的活物来 对于任何生物的本能 与生存规律 以及各类生物的生死轮回 都是人类科学 所无能为力 这不得不说人类人类的科学 不管如何登峰造极 也比不上造物主的一个意念 也测不透造物主造物的奇妙 与造物主全柄的威力 地球上的海水那么多 他从来不随便越过他的范围 上到陆地上来 那是因为神给他们各自定好了界限 命定好他在哪 他就在哪 没有神的许可 他不能乱动 没有神的许可 他们都互不侵犯 当神说让他动的时候 他才能动 他的去向 他的存留 这是神的权柄决定的 神的权柄 用土话解释 就是神能说了算 神有权决定怎样做 神要怎样做 就怎样做 万物的规律 都是神说了算 不是人能说了算的 也不是人能改变的 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而是因神的意念 因神的智慧 与神的命定而改变 这是任何一个人 都不可否认的事实 天地万物 宇宙星空 一年四季 人能看得见的 人看不见的 都按着神的命定 按着神的吩咐 按着神当初创造的规律 一点不差的 在神的权柄之下 存在着 运行着 变化着 没有任何一人 任何一物 能改变他的规律 能改变他原有的运行轨迹 他们因神的权柄而生 也因神的权柄而灭 这就是神的权柄 说到这里 现在你感觉 神的权柄 是不是神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呢 神的权柄 是不是任何一个受造之物 或者非受造之物 所能具备的呢 是不是任何人事物 所能模仿 所能冒充 所能代替的呢 造物主的身份 独一无二 不要持守多神论 虽然撒旦的道行与能耐 比人的大 虽然他能做的事 都是人达不到的 但他所做的事 无论是你羡慕的 你向往的 无论是你恨恶的 你厌憎的 无论是你能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 也无论他能做多少事 能迷惑多少人 朝拜他 供奉他 无论你对他怎么定义 你绝对不能说 他具备神的权柄 具备神的能力 你当知道 神就是神 神只有一位 你更当知道 只有神具有权柄 具有掌管万物 主宰万物的能力 你不能因为撒旦 有迷惑人的本领 因为撒旦能冒充神 能模仿神 行神迹 显异能 做了与神相似的事情 你便误认为 神不是独一无二的 神有好多位 只不过 他们的道横 有大有小 他们掌权的范围 都有区别 你便按着 他们先来后到的顺序 他们年岁的老幼 来排列他们的大小 你更误认为 在神以外 还有其他的神 误认为 神的能力 与神的权柄 不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你有这些想法 如果你不承认 神的独一无二 不相信 唯有神有权柄 如果你只持守多神论 那我说 你是受造之物中的败类 是道地的撒旦的化身 是十足的邪恶之徒 我讲这些话 到底要让你们明白什么 你们心里清楚吗 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 任何背景之下 你都不要把神 与其他人事物 混为一谈 无论你认为 神的权柄 与神自己的实质 让你多么难认识 难接近 无论撒旦的做法 或者说法 多么合乎你的观念 合乎你的想象 让你多么满意 你也不要做糊涂事 不要混淆概念 不要拒绝神的存在 不要否认神的身份与地位 不要把神推开置于门外 而把撒旦拉过来 代替你心目中的神 当成你的神 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相信你们都能想到吧 人类虽经败坏 依然在造物主权柄的 主宰之下存活 撒旦败坏 人类几千年 做了无数的恶 迷惑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在人间犯下了滔天罪行 他残害人 迷惑人 引诱人 与神对抗 他搅扰破坏神经营计划的 恶行累累 然而 在神权柄之下的万物生灵 一如既往地遵循着 神所制定的法则与规律 与神的权柄相比 撒旦的邪恶本性 与他的猖獗 是那么的丑陋不堪 那么的令人恶心 厌憎 也是那么的渺小 与不堪一击 尽管撒旦游走在 神所创造的万物期间 但他丝毫改变不了 在神命定之下的 任何人事物 几千年过去了 人类依然享受着 神所赐予的光与空气 人类依然喘息着 神亲口呼出的气息 人类依然享受着 神所创造的花鸟鱼虫 享受着神所供应的万物 昼与夜 依然在不停止地更替 四季也如常地交换着 天上飞翔的大雁 金冬离去 明春依然会归来 水里的鱼儿从来都不曾离开 江河湖泊他们的家 地上的枝鸟 在夏日里 尽情地唱着 他们自己的歌谣 草丛里的蛆蛆 在秋日里 伴随着秋风 轻声吟唱 大雁成群结对 而苍蝇形单影之 狮群以狩猎为生 迷路离不开鲜花和草丛 万物中的各种生灵 去了又来 来了又走 在瞬息间千变万化 而不变的是他们各自的本能 与他们的生存法则 他们在神的供应与滋养之下存活 没有人能改变他们的本能 也没有人能破坏 他们的生存法则 在万物中存活的人类 尽管经受了撒旦的败坏与迷惑 但人类依然离不开神造的水 神造的空气 与神造的万物 人类依然在这个神所造的空间中 繁衍存活 人类的本能没有变 人类依然靠着双目观看 靠着双耳聆听 靠着大脑思考 靠着心灵来体悟 靠着双腿双足行走 靠着双手劳作 等等神所赐给人 能接收从神来的供应的本能 都没有变 人类与神配合的器官 没有变 人类能进到受造之物 本分的器官 没有变 人类心灵的需要 没有变 人类认祖归宗的愿望 没有变 人类期盼得到造物主拯救的愿望 没有变 这就是在神权柄之下存活 而经受了撒旦血雨腥风 摧残之下的人类的现状 虽然人类饱受撒旦的蹂躏 不再是出造的亚当、夏娃 而是满了知识、想象、观念 等等与神敌对的东西 满了撒旦败坏性情的人类 但在神的眼中 人类依然是神所造的人类 因为人类依然在神的主宰摆布之下 人类依然在神所制定的诡计中存活 所以在神眼中 被撒旦败坏之后的人类 只不过是外表满了污垢 鸡肠碌碌 反应有点迟钝 记忆有点衰退 年纪稍微大了些罢了 而人的各项功能与本能 却完好无损 这就是神要拯救的人类 这个人类 只要听到造物主的呼唤 听到造物主的声音 就能站立起来 为找到声音的源头而奔走 这个人类 只要看到造物主的身影 便能不顾一切 贴下一切地为他花费 甚至为他舍命 当人类的心灵 体悟到造物主新生的时候 人类便弃掉撒旦 来到造物主的身边 当人类完全洗掉了身上的污垢 得到造物主再次滋养供应的时候 人类的记忆便得以恢复 这时的人类 就真正回归到造物主的泉下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